超声波塑料焊灭机 这是一台机器 这一台机器包括 这一个架子 一个超声波发声器 这边是准备好的 一键上磨 两个下磨的超声波模具 超声波模具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这台机器的话 首先你要把这些气管压缩空气 要连接好 还有电源要插接 插好 电源在哪里的 电源是这边 是连接到这上面了 然后这这上面有两条线 是一条程序线 一条控制线 连在机器上面的 这要插好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线是到前面操作面板的 然后打开电源 打开电源 我们要首先要音波检测一下 这个超声波 我们大家看 这个音波过载了 过载的话就是说 这皮力调的不对 要把它皮力调好 要调到什么程度呢 要把电流 电压 下面是电电流表 上面是政府表 要调到最小 我是一边调一边 一边调一边 正常情况 空机 没有装膜 就是前空机 正常是一小盒 然后上面的话 也基本上也就是10%以内 这个就 这个是功率调整 在上面是写在出力调整 这是功率调整 这个是音波调整 音波调整 实际上是调到超声波的频率 左右旋转 不一定是往那个方向的 你偏离着这个点 它电流表都会变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中心点 找到中心点 就是超声波电箱 给超声波这边整重系统要匹配 只有匹配了 这个电流它呈现为最小 才可以继续使用 才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是调频那块 频率调不好的话 电流会变大 甚至是过载 你这时候你要去勉强去使用的话 要么就会损坏机器 要么就是 达不到 达不到有效的超声 超声波不能有效的缠击下来 它就东西都看不好 这是 这是 关于这个机器的一些概述啊 那现在我们讲一下这个面板上面 这些时间啊 时间啊 这上面是计数的 是工作一次 工作一次它动一下 现在是230几 我们把它清掉 把这带锁的 带锁的话 它就按不动了 这是电源指示灯 这是作业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是指 指刚才这好像现 和控制线 你连接好了 这电到这边来了 就电一只时间会亮 下面的话 就是分别是延时时间 溶解时间和硬化时间 这三个时间 还有自动手动 打到自动的话 当你操作机器的时候 下来是 一个过程 焊完 一个超声波的过程焊完 从延时到溶解和硬化 焊完以后自动回升 这叫自动状态 根据你预设的参数 完成一个焊接过程 手动的话的话 就是调模用的 调模用的 调模用的话就是 调模用的就是 架设模具的 架设模具的 就是下来是没有超声的 这个是压力条件 我们可以调压力大压力小 左右旋转可以调压力大压力小的 现在是手动状态 我们来试一下 它自费下降 不会上升 上升的话要按中间 这是方便调模的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说了 电流也小了 机器也对了 你慢一点晃 晃来晃去 隐一下子 隐一下子弄过来 好了下午我们是 装这个模具 装模具 装模具一定要水平 因为这个牙是细牙的 一定要水平 轻轻的来装 不可抢扭 歪歪的扭的话 扭坏的话 容易把扭扭扭扭扭坏 另外的话 机器的这个一定要装紧 模具一定要装紧 找一把扳手 一定要装紧 一定要装紧 也要装得很紧 好了 那有些朋友说了 这个歪子怎么行呢 好了 你注意看 这四个螺丝 这四个螺丝 松开以后 这个模具是随便可以转的 当然它有一个线位螺丝 不可能超过360度 因为里边有电缆 有可能会扭断电缆 调节到你方便操作的位置 那我认为 这样应该可以吧 好 我们就先试这个大膜 大膜 好放这里 好了 手动状态 那我要压这个东西 肯定这个面要 肯定低于这个面 现在太高了 好 松开手柄 松开两个手柄 好了 松开转动右侧的手轮 使这个机器下降 你注意 现在这个机器是下降的状态的 对准 放好 这个模具的正中间 好 好 这个刚刚现在是刚好的压上去 稍微再下降那么一点点 好的 再锁紧手柄 锁紧手柄 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高度调好的 我们下部是对模调调水平 在对模之前呢 我再讲一下 这四个点呢 是可以调节水平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原理是这里边有一个托盘 它四个螺丝是一二 前后 前后左右 它是可以调节水平的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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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把这个松开以后呢 它焊头是左右 前后左右是可以摇动的 它压到这个产品的话呢 就可以 它里面是结属面这个球形的 在受力的作用下 这样可以大概找到一个平衡点 可以再动一动 观察一下四周 观察一下四周 有没有缝隙 观察一下没有缝隙 然后模具有没有聚中 这个时候呢 四边没有缝隙了 聚中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认为是调型了 就是上模 跟那个模具产品表面是吻合了 然后把四个螺丝锁紧 这部叫对模 对模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回升了 回升 我们可以把底模固定起来 好了 我准备压板固定起来 水带机器梁 我们会配一个攻击枪 因为攻击枪里面有压板 把压板组装起来 当然这部可以 事先做了 我忘记了 我建议呢 你固定压板的时候 把它压下来 因为在你固定的过程中呢 它有可能会发生迁移 好 我们就这样固定一下 这里一个螺丝 这里一个平垫 这样的 同样 这个固定点 好了 把它 初步的扭解 为什么说初步的扭解呢 就是说你现在是 这是大概试一下 有可能是 没有满足 现在焊接需要 等一下还要再次调整 所以说我现在 并没有完全的 拧得很牢固 拧得很紧 没有 好了 大概 那么下部呢 就这样 那么下部的话 我们就是对这个产品 就是没焊的 对这个产品进行焊接 试焊 怎么来调室呢 你装上模具了 我们刚才说 最早的时候 我们说超声波 这边要跟这边斜阵 现在装上模具了 我们要再次 调一下频率 看频率 因为模具在制造的时候 有误差 现在的频率 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是不是给电箱 给这套东西匹配的 那我们还同样按照音波检查 这边也变大了 这边也变大了 所以说就不是最佳状况 好了 我们就 现在假设往右边 顺时针调这个方向 是不是又变小了 继续调继续调 是不是更小了 基本上都打到 我们刚才那个点了 如果继续往那边调 你就过了 过了它就又变大了 所以说你就 有变大的趣事的时候 就不要往 往那个方向调了 就要倒过来了 最小了 那我再继续 逆时针前转呢 又变大了 因此呢 刚才那个点呢 这是最小的点 有些朋友说了 他不要说是 是网 有些朋友会问 是网里面小 是网边外面大 不是的 它有一个点 你要找到那个点 找到那个点的情况下 两个电流表最小 上面的话 一般是10% 这个的话 一般是两三小格之内 现在一小格多一点了 因为你带了负载 现在我们假设二档 二档可能不行吧 根据我的经验 三档 来试一下 来进行试焊 还有就是这个压力 压力 这种PC掉的话 比较难焊 我假设 现在挑到 五公斤 五公斤 没平方厘米 来试焊一下 好了 我们来试焊一下 就这个参数 我们来试焊一下 根据我的经验 我就我就就这个参数 我们来试焊一下 打的自动 好 镜头的那样一点 好 压一下 打的自动 按一下 看见到不是很牢 不是很牢 那我们就怎么样了 细细调的 这三个时间表示什么意思了 刚才 我再说一下 这三个时间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它的工作顺序是先延时再融结再硬化 延时延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双手按下去的同时 汗头开始往下下降 要延时多久才开始超声 你不能让它一开始就超声 让它压下来以后 爱说产品都是在超声 所以说要延时 这个时间是怎么确定的呢 就给你观察 给你听 因为那超声波发出的时候有声音的 听 那我再试一下 再判断一下 它三十够不够 三十是可以的 三十是可以的 然后这个就是 然后延时间结束就开始焊颠 就是发超声的时间 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个五十你注意 不是五十秒 也不是五十毫秒 也不是零点五秒 它就表示一个刻度 就是代表一个符号 一个标记 你不够了 时间短的话 那你就加 时间长了 那你就减 就是这个调法 没有实单位的 然后延时 压下来以后焊接 机焊接 焊接结束了 等一下再起来 这个叫保压时间 也叫硬化时间 就是这个时间 然后硬化时间结束 焊头回升 一个动作结束 刚才说这个焊的不牢 那我们把功率加大一点 这个时间再长一点 六十 下面继续 刚才介绍了三个时间的功能 分别是什么功能 我再讲一下 再重复一下 这个延时时间 就表示 当你双手按下去 两个操作开关的同时 焊头开始往下降 要延时多久 才开始进入第二个时间 焊接时间 因为你一开始 还没挨到产品的 你让它马上进入第二个时间 是不是在空中的 没用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是一般情况下 是爱住产品的时候 就让它发超声 怎么来确定这个时间呢 那我们就操作试一下 就通过观察 去听 去听 去观察 来确定这个时间的 是吧 你可以 一开始 你可以先调到一个小的数字 然后 然后慢慢变大 然后不多的话就变大 大的话就减小 就是这么 就这么个情况 就让它 尽可能的 让它刚刚好 爱住产品的时候 让它发超声 然后进入第二个时间 第二个时间 就是焊接时间 焊接时间 焊接时间结束了 等一下再上升 那就是硬化时间 这一个过程结束了 刚才我在测试的过程中 发现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说了 刚才是调到三十几吧 好像是 三十几是压紧超声 压紧超声效果不好 后来我现在改到 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让它提前那么一点点 效果就反倒好的很 你看 第二个溶接时间的话 刚才调到六十八十 它都溶接的效果不好 现在调到二十二十几 就融化的很好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要根据实际情况 来调整 那有的时候 需要刚好压紧再超声 那有的时候 需要提前那么一点点时间 让它还没挨到产品的时候 就开始发超声 延迟时间 我刚才有三十几 变成了二十几 就提前了一点了 就说 焊头在下降过程度 还没接触到产品 提前那么一点点 就开始发超声了 这样的话 我们分析这个原理 有可能是 提前的话 就是因为 皮吸这种料比较 比较硬 它带着超声下去 很容易把那个超声波线 激活 让它变成融化 很容易进入融化状态 我们就 这也是一个经验吧 所以说最终确定了参数 那就是延时二十五 融结二十 硬化二十 压力的话 大概就四五公斤 稍微小一点也可以 都就可以了 现在你测测 看一下 试一下 你注意观察一下 这个电流 观察这个电流 你看 差不多打到四公斤 四安培了 说明功率都发出来了 假说没有打到这个 打加 压下去的时候 要动一点点 那估计能量没发那么大 那就是没看好 所以说就要 调整一下参数了 也要提前超声 然后时间的话 就可以稍微再加长一点了 再测试一下 再注意观察这个电流 瞬间就打到五了 这次都焊的比较重了 大家注意 这个电流表 刚刚有人说了 说大于了 大于了三小格了 很大了 是不是不正常的了 不是的 因为 这是在你焊接的时候 产生了功率 这个是正常的 我们刚才说 电流最小是指空在状态 是没有压下去的 了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